大家好 今天是2月24日 星期三 在财报当中说 股票印花税上调到0.13% 其实幅度不算特别多 但这是跌的弱引 大家要明白 在30,000点已经整固了一段很长的时期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持续在31,183到30,99点中间走来走去 但当印花税上调 这就成为做淡的借口 加上高台持货的亦减绑 低价持货的亦是获利回套 想买的亦是却步 所以形成到 沽盘一旦主导的大局 势头跌得比较凶险 事实上今天来说 指数由日中高位30,792点 跌到29,532点最低 技术上指数已经跌穿10天和20天线 情况不是一面倒很差 因为还有50天线在下面 但始终大市跌穿10、20天线 最低在告诉我们 短期大家不要抱大大的憧憬 况且星期四是今个月期止结算日 还有场外衍生工具结算 加上恒指服务公司贵检 不如这样 等恒指服务公司贵检之后 有甚麽新贵成为恒指成份股 有甚麽就撥出 成份比重是怎样 清晰之后再作部署也未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